她比較害羞啦 不好意思 沒有 沒有 她直接說我們就是要親啊 我們就是要親 當然是她自己親的 我怎麼可能會要跟她親啊 這有點為難 很為難 害羞啦 她是害羞 然後我是想說 因為小時候呢 從幾年出生 我跟我先生 我們一起就是說 只要小孩子要出門啊 或者偶爾我們都會親親跟抱抱 那自從呢 他們開始青春期變少女之後 就很少有這樣子 親親抱抱的這個動作 那所以我都很珍惜 我跟我女兒相處的時間 是一個媽媽對女兒的愛這樣子 沒有 沒有 她直接說我們就是要親啊 然後我們就是要親 就好吧也只能這樣啊 沒有 沒有怎麼可能 沒有 沒有怎麼可能 對啊我們連彩排的時候都沒有 彩排的時候她都很害羞 她讓我親她的臉頰 也沒有親她的嘴巴 我覺得沒有 她就是比我穿要辣一點 她就是嫌我不夠 嫌我不夠 然後這裡要加那裡要幹嘛什麼的 妳現在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 沒有追追嗎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妳們會管嗎 蛤 我不會 我不會 因為我 有 我跟我先生都有一個 非常 是我先生比較 open 一點 他說 小孩子 因為在這個年紀 交男朋友算正常 但是 如果交了男朋友 一定要帶回家來給爸媽看 對 這個是 一定要的 然後 爸媽先過濾一下 這樣子 那就是 我本來就是覺得 以前就說 大概要二十幾歲才能夠交男朋友 但是我覺得就是一切隨緣 但是現在目前都是沒有 就 我也覺得 她自己要把課業先 先紓瑤讀好 我覺得有知識 然後妳再有才華 然後再 多學一點東西 是對妳有幫助的 所以我覺得讀書是很重要 最好是有一技之長 未來妳就不用擔心妳的 嗯 生活 爸媽也不需要 妳來養 這樣子 妳自己把自己照顧好 對 爸爸媽媽來講 就是最好的孝順